說到登台,你的經驗豐富得不得了 你有沒有計算過你自己一年有多少時間去登台? 也有很多的 但有時也有淡季,有時也沒有 但平均每年都要登台 你好像從12月開始一直都在美加 是呀,我去L.A. 然後我要去紐約 然後去溫哥華 然後去回三藩市,才回到香港 然後去大陸 那你這麼多年登台的生涯 有沒有什麼難忘的呢? 首先問你第一個問題,拍檔 有哪個拍檔你覺得最有火花的呢? 拍檔很多個都有火花 男士也有,女士也有 就算好像賈斯洛也很好 女士有很多,仙道拉姐姐 女士,女士,黑妹,羅敏莊 韋以珊 韋以珊 每個人都是實力派的歌手 當然有火花 因為你對手好,自然你都會很好 鵬哥我們也是,另外風味 唱粵曲我們也是最佳拍檔 李國祥,文靜又有不同玩法 很多個都是好拍檔 剛才你說過,你提過發哥 是嗎? 他們最難忘 因為我1982年 也有來OA 就是和周陽發哥哥一起拍檔 我很愛他 因為他很照顧小孩 第一,大家都知道他演戲了得 唱歌就沒有他演戲那麼厲害 但是我心想,他又很客氣 你站著我,或者怎樣要唱 我們有一首歌就唱這個 《Always on my mind》 《常在我心間》 歌詞當然不會難到他 因為他是做功課記得了 但是音域當然是 因為那個時候 可能他沒有練習 OK,他不太好 但當然沒有我們的專業 專業歌手 但是他的效果很好 為什麼呢? 他只是氣搭狗 是把你的心融化 你真的好像是他的愛人 是 你忘記了他小小瑕疵 第一,因為你忘記了 你自己也會投入 但是還有些觀眾也會拍手 變成那個效果是天意無縫的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神奇 真的很好 神級的演技 放在唱歌上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眼神,笑容 笑容,眼神 裝作走走 拖著你每一步 好嗎? 很厲害 整個效果 整個過程 那首歌是完美的 是 即是你唱到外了 看著他家裡 我想著 嗯,你一定是 沒有這麼聰明的 我想著這樣 原來不是 他只是 差點我 如果不謹慎 我會掉 很厲害 即是你道行少一點 可能都可以做 沒錯 很難得 那你有沒有像任達華呢? 是,這個也是很難忘 華哥也是很友善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 他兩個都是影帝 也是演戲了得 有一次我們要去做一個演唱會 是他 我做他的嘉賓 好像是TVB安排 因為是TVB安排 才可以借他的道具 因為有一首歌要唱 《帝女花》 《英文版》 《廣東版》 哦 不是那一首《Never Say Goodbye》 不是 就故意向公司借鳳冠霞配 即是很難得 有機會下次我送一些照片給你看 好 要穿上古裝 原來不是隨便穿 你要學 要紮著頭 要怎麼戴 即是很難忘 接著有人拍照 就說 哇 是番邦的 長命公署 因為我也是貴貴的 很難忘 因為要穿上那件衣服很重 他真的是粵曲的衣服 是 你知道有時候你比較簡陋 如果是紡刺他的 可能沒那麼重 他真的 哇 你真的好像穆賴衣 走出去 但很難忘 很黑衣服 那女性方面呢 女性方面 很多黑衣服 哪個最難忘 我覺得很難忘就是 你幾個好姐妹 很多的姐妹 很多的火花 那些時候唱得很好 但為什麼我覺得最難忘就是 葦爾山 為什麼呢 因為葦爾山是最多黑衣服的 OK 每次我跟他穿 我們剛剛跟他同台演出 完 五月 他是最多黑衣服的 有一次我們做Lam的 林子祥的演唱會 我們一起幫他有份唱 我們訂造了衣服 三個女生很厲害 那我已經知道了 哇 Rita Rita你知道你幾個女生 她叫我姐姐 姐姐幫我夾這裡 胸口針 Rita我也要裝扮的 你幫我弄吧 她像嬰兒一樣 她很甜蜜的 那好吧 幫她弄 勾住我的頭髮 要出場了 你說幾個 Rita 出場才勾住 不是呀 已經出場了 她又要買你 OK 好了 又一次 好了 又一次我們要穿布 她穿布是綁帶的 從樓梯下來 我們一起的 是 她在唱這首歌 我們一起唱 一起唱 我說Rita Rita 你的鞋帶跌出來 沒事 我說Rita 看著 鬆了 整個扑 又是扑到那裡 我說Rita 你真的很大頭蝦 最近 想隔了這麼久 都依然是 剛才五月 一起唱千個太陽 好開心 唱HAPPY 然後我說 咦 為什麼你不動 我們本來要走左 再走右 她說 R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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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看 你看 我說不要說 不要說 她要跟觀眾說 她的鞋整個脫了 OK 是 是 抹開了 我說不如這樣 大家的觀眾會原諒你的 大家給阿偉醫生 進去後台 我們先換一換 你知道我們的修為 長輩教我們有時候 有些事情 是很低調來說 是 不要 我要告訴大家 大家看我的鞋脫了 我說Rita 卡卡卡卡 笑 為了表示我的誠意 我只要不動 我不換鞋 Rita說 是否最多黑暗 但是觀眾又受落 笑 現在的人喜歡開心 她又不是欺嘗 她又不是不唱 她一邊唱一邊笑 然後不動 我說不如你先換鞋 我幫你拿 不換 最多黑暗 Rita 講到這次 剛剛過了星期日 給大家一個驚喜 因為上次的節目訪問 我就訪問Louis 賈斯諾 很期待 本來星期日見到她 好兄弟來的 唱家班 入到門口的時間 就知道了 這張相片變成人 為何變成KK 當時就說 當時會怎樣 他台下的反應 當時知道了 Louis來不到的時間 當時你合了很多歌 是 歌我不是擔心 因為其實Louis和我 有一件事很相似 就是我們喜歡做 比較多的準備功夫 例如她喜歡夾我 你待會穿什麼衣服的 下個月 我們夾定 或者要做 哪一首歌 故意切 切 因為Louis是一個 比較仔細 原美主義者 原美主義者 沒錯 我打算怎樣做 現在 因為她不能來 歌要改 你何時知道 唉 我也是 猜猜的 因為她應該是前一天到的 早前 前一天 她已經在訊息 她說不見了 護照 那我嚇壞了 第一 要跟賭場說 因為要賭場包容 我覺得 因為這是天意的 我反而覺得賭場也會原諒 觀眾就要小心 因為很簡單 有時觀眾給錢 我請了Michael Jackson來 我不喜歡 我喜歡看鄭少秋 他也是最高的 但是 可能還未夠 Michael Jackson 這麼多人認識 當他年紀的觀眾 那些觀眾 那我說 唉 很糟糕 我都擔心 大家在跟高層聊天 但是 唯有 我的意見 就是 儘量 早點讓觀眾知道 例如 如果 要早點把帖子放出來 讓別人進來的時候 起碼也知道 你不是騙錢 你還可以 問詢問詢 為何那帖子不是這個人 是 Louis很厲害 因為她 立即 她在那裡 你看她想哭 我說 你需要想想 沒有 我立即要拍下 讓別人知道 她也沒有立即 不要想想 因為她馬上拍下 讓大家知道 我也擔心她 你知道 在內地 你又不多朋友 是 是 是傷心的 很徬徨 我看到她 我也想哭 那怎麼辦 好了 怕觀眾會 早點 希望人們會 包容 原諒 但我覺得 如果你真心告訴她 事實上 你沒有護照 不能上機 尤其是全世界 發生了那麼多恐怖分子 是最嚴重的 你沒有護照 你去哪裡 美國 美國 你都不能去 還有 星期一 就算最快 星期一 但你趕不及了 真的趕不及了 那是擔心 好了 在找人 唉 你知道 最好 在這裡住 最好 你怎麼知道 人家來不來 真的不說得 夠義氣 因為她是加拿大人 剛好她探親戚 好的 她從那裡過來 對 她從加拿大過來 難道她真的這樣飛嗎 對 她順便去 她探望了親戚朋友 這麼近 真的整定 真的整定 大家夾一夾 我又唱歌 我也認識她 我們是朋友 不難的 她都會問我 我們一起唱什麼 我們不用擔心 那就是 有你帶著 因為始終如果我熟悉的 我帶著你 你有多不熟的合唱歌 是 沒有問題 她又 她真的很熱心 她又沒有欺騙觀眾 她是樂力的 整個表演都是好看的 我分享一下 我當天都在現場 其實我也有擔心的 但出奇地 一開場的時間 司儀問大家 會不會有機會 假設樂不來的時間 他們大家一起 會 會 他們覺得你很接受 是 他就有一個笑話 是 他們不會有憤怒 或者說 怎麼這樣 真的會害怕的 但每個人都會 會了之後就接受了 之後KK 來唱了半小時 就搞一下氣氛 大家就好像很開心 是的 真的很開心 其實他也害怕 KK和我有經濟 他說 糟了 希望觀眾 不會不喜歡 因為如果一個哭 那已經不開心 你知道別人的事 你一個人拍的 每個人都符合 是我的 很怕你說得對 如果一個哭 就算沒有人哭 如果聽到一個哭 心都不開心 那些觀眾真的很好 L.A.觀眾 沒得撐 OK 那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最後一節 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